樂儀初升小學生至山池培訓班 第24課 第一個 swim 游泳 我們可以學多一個字的 就叫做swimming girl 即是游泳會 即是說有一個活動來的 我們全部都跟水上活動有關的 我們都會叫做swimming girl 看回這個字 這是第一個要文字我們讀s 跟著 im我們要讀im 加上w 所以整個字就是swim 讀快點 swim 第二個 table 桌 桌 桌 有另一個近似的英文字 我們叫desk 書桌 兩種桌是不同的 一個是給別人讀書寫字用的 會有櫃筒 而table這個字就好像一張吃飯桌 它沒有櫃筒 一個平面有四隻腳 我們會叫做桌 看回那些英文字 在這裡 t a 有時候我們會讀cha 但是這裡我們要讀t 把a 要讀長音a 不可以讀r r是短音來的 所以整個字就是t a t b l e 我們會讀 Raf 所以整個字就是t a 第三 tennis 網球 如果是我們打的叮叮 球 我們就會讀table tennis Tennis,丁丰波 好了,看回这些文字了 TTN相信大家都会读的了,在读Ten 跟着Ni,Ni,加上S,S 所以整个字就是Tennis,Tennis 第四,This 这些是中数的 就是指着某一样东西,而某一样东西是多过一件物体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个This 如果是单数,这些,我们就会用This 一个是I音,一个是E音 好,看回这个字了 首先我们要学一样东西了 这个是TH 在这里连续几个字 大家都会看到TH字头的 如果是TH字头,在这里我们不可以读F 相信大家学过拼音都知道TH有两个表达方式 一个是读F这个音 或者是直接没有了音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全部读D 这个音的 看回这里,E我们要读E 因为有个Magic E在后面 所以Magic E的E不读的 所以整个字就是D E,E,S,DIS,DIS,DIS 第五,DOS,LASSE 即是距离我们身体远一点的 我们指着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多过一个物体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字DOS S,记得是离我们身体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那它的单数呢,我们就会读DAT DAT 都是解LASSE,不如只有一件而已 好了,同样了喔 TH呢,我们在这里要读D 跟着O 和S,E 所以又是Magic E了 所以这个O呢,我们要读O音了 所以整个字就是读D O,S,DOS,DOS,DOS 第六 DAN 好了,又是有TH的话 D 的意思就是说 到那时候 那时候 或者是 那时候会是怎样啊 那我们呢,就会用DAN 记住了喔 EN 大家都之前学过啦 是读N 所以整个字呢,就是读DAN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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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 又是TH了喔 要读D 而ER 呢 我们平音学过啦 我们要读E DAN 意思是解那里 那里 那里的意思 那 如果我们将 DAN 前面加一个 over 那些over呢,就是解在上面 但如果跟DAN 一齐 的话呢 那整个意思呢,就不是解在上面的 那整个意思呢,就不是解在上面的 over there 是解在那里 在那里 如果有人问我们路 啊,那个商场在哪里啊 那我们不懂得怎么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某一个方向 over there 就是在那里 就不需要说东南西北啊 转左转右的了 在那里 整个字就是 T-H 呢 the E-R-E-L-E-R E-R 整个字 读 There 第八 Today 今天 昨天呢,我们会说 Yesterday today 明天呢 我們會讀tomorrow 講回toda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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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字就是today today 第九 til 尾巴 如果你把尾巴 英文字 後面加or 就不是解尾巴 或者是相關的意思 整個字就變成 裁縫師 就是做衣服 裁展衣服的人 我們叫做taylor 記住 AI我們要讀A音 所以整個字 我們IL 這部分不可以 亂讀的 只要加個L 就已經可以了 整個字就是tayl IL 這裡只讀L tayl 第十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 等同於friends 兩個可以共通 看一看 之前 我們全部 4 5 6 7 TH 我們都會讀 d 這個音 但在這裏呢 我們要回到正常 這個我們要讀 符 跟著 an and k 整個字就是frank frank 這裏 有一個小問題 我們不可以讀 you 我們不會讀 thank you 在這裏我們要讀 q 所以整個字就是f nk 加上 you q 讀快點 thank you thank you 第十一 table tennis 乒乓球 簡單來說 一個英文字 tennis 網球 第十一 其實跟第三 是相互相成的 tennis已經說過了 在網球 而table tennis 丁音波 我們剛才都已經說過了 那麼 table 也都說過了 上面有個字是table 改式過了 這裏不再多說了 第十二 tomato 番茄 第一個 t o to m a ma t o to 整個字就是tomato 有些朋友會讀了tomato 理論上是讀錯了 但已經有很多人都不讀tomato 都讀tomato 但是聽到人家說tomato 就知道 嗯 他在說番茄 就不要說人家 你讀哪個字 我不懂 因為tomato 都普遍被很多人用的了 第十三 然後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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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会读pens,什么叫便服呢,例如在家穿的衣服,不会再外出的,长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读pens,但是如果外出,我们去参加一些宴会,我们通常就不会讲pens的了,是会用trousers,比较有礼貌一些的,好,看看这些英文字怎么读了,第一个,tr,是会读tour, our,s,e,l,s,加上s,s,所以整个字就是trousers,就快点,trousers,第十四,teacher,老师,在我们学习的阶段里面,会遇到不同的人教我们的,在正规学校里面的, 教我们的人,我们会叫做老师,去到一些学习中心,或者是一些社区中心,或者是我们请回来的补习老师,我们就不会叫teacher的了,我们会叫做tutor,tutor, 但是如果去到一些教我们做运动,例如是踢球,游水,这些我们就不会叫做tutor了,那这些我们会叫做指导员,或者叫教练的,那这些我们叫做instructor,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字的,更加工整的,那我们会叫做coach, 但是这里我们不再说了,但是这里我们不再说了,怕大家混乱了,那叫做instructor,指导员,好,看回这个英文字怎么读了, e,a,我们要读回e,所以整个字就,痴,痴,痴,加上ch,er,整个字就,teacher,teacher, 第十五,deer,他们,他们,这个他们和之前我们学过的,是有分别的,是属于他们的东西,我们才会用这个theer, 和theer,theer,他们是不一样的,theer是一个主词,这个theer就是他们所属的, theer,那我们叫做theer,给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一下,theer books are on the desk, 他们的书呢,摆在桌桌上,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就不会讲day books的了,就是用theer day就不对了, 因为他们的东西呢,我们就要用theer books,不可以用day books的, 记得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呢,我们就会用theer,好,看回字的读音了,th,e,i,r,记住,th等同于正话,刚才,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我们就要用th的读音了,我们都要用theer, 好了,e,i,r呢,我们会用theer,所以整个字呢就the,the,the,the. 感谢观看